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是比较重点的 林义堂以贤士散文 因为这些年林义堂比较受到重视 他的散文现在出版很多 所以我稍微多说几句 林义堂他的出名是因为三十年代初 他提倡小品文 他自己也是文章写得很好的 英文特别棒 后来他旅居美国 用英文写了无国与无民 生活的艺术等等 无国与无民 生活的艺术等等著作 这些著作主要是介绍中国文化的和中国人的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艺术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思想 什么孔子孟子 什么中国的茶叶 中国的烹调 服装 什么都介绍 介绍中国文化跟中国人 所以当时在西方是非常有影响 甚至呢 这个 曾经呢 在美国 1938年还是哪一年 我记不太清楚了 是高级畅销书的 这个 这个畅销书那个榜了 是吧 所以这个林语堂在国外影响很大 他这个 无国与无民 还有呢 就是生活的艺术 翻译神 十几种文字 可以说 他是近百年来 西方读者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 因为中国的作家很多 也有些呢 是比这个林语堂 应该说成就更大的 但因为林语堂 他会商语创作 是吧 他会商语创作 像介绍书 他都是用英文写的 所以在西方呢 这个影响相当大 而且他又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一个作家 所以又商语写作 这样的作家 在中国现代不多 在当代也不多 就他把中国文化也介绍出去了 现在我们看他这个 生活的艺术 无国与无民 仍然觉得里边呢 确实是深入浅出的 非常生动的 幽默的 把中国文化 介绍出去了 不光是外国人可以看 我们中国自己看看 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作家影响是在西方比较大 是吧 过去的文学史呢 对林语堂的评价应该说是偏低 你看我们这个多种文学史 对林语堂评价偏低 为什么低呢 就是因为三十年代 他提倡那种 闲诗散文 不合时宜 在那样一个时代 提倡闲诗 所以当时遭到了鲁信 遭到了左翼作家的批评 受到鲁信批评以后呢 他们就 政治上就比较麻烦了 一直到最近这二十年 他的一些散文 像无国无民 生活的艺术 重新翻译成中文出版 金发燕影也出版 他其他一些散文 绿学都出版了 大家重新了解林语堂 还有 因为这些年 大家关心中国文化问题 而林语堂呢 是给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 是吧 他有一种比较 比较文学 比较文化 独特的视角 是吧 所以大家看他这种文章呢 比看那些论文就觉得有趣 是吧 他的文章里面涉及到 什么都有啊 草木从于天文地理 闲事散文嘛 聊天似的 也比较适合 当下 大家有时候生活太紧张了 静下来也需要些闲事 休闲 休闲的文章 所以大家感到新鲜 中国 原来现代 还有这样的作家 还有这样的文章 这都是一个因素了 文章写的比较显适 也适合现代的时代 是吧 还有个原因 就是说 他的一些作品呢 像金华燕云 这个拍成电影 那么林毅堂呢 就家义富小了 就成了大家熟悉的一个创销的作家 所以重新 这些年呢 林毅堂是很热的 下面我介绍一下林毅堂 除了这个无国无民 生活的艺术 这些英文创作的金华燕云小说 是吧 之外呢 这个 他的创作量是相当大的 他自己比较满意的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传记 苏东波传 大家有意思可以看一看 苏东波传 苏东波那种豪放的气概 林毅堂 是吧 是非常欣赏 他写得很好 他写过这个庄子 也是传记 他写过七部小说 金华燕云呢 这是其中一部 这个作家就四十多岁 才开始写小说 以前他都写论文 后来才写小说 金华燕云 这是一部了 还有风声喝力 朱门 朱门九入处 那个朱门等等 这个都是影响很大 那个作品 但是最成功的是什么呢 我想 韩世散文 所有这些著作 有传记 小说 还有这个通俗的一些文字 还有显示散文 最成功的 对林毅堂来说 韩世散文 这个林毅堂 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风格 他是成功 就是说有林毅堂风格 什么叫林毅堂风格呢 用他刺激的话来说 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 向他说知心话 就如同对老朋友 创所欲言 毫不避讳什么一样 所以我写的书 都有这个特点 自有其魔力 这种风格 能使读者跟刺激接近 就是一种显示 闲聊的这种风格 是吧 刚才这段话是林毅堂 八十字序 他八十岁的时候 说的话很自信 你看八十岁 非常自信 说出了这位文学大师的 贡献和特点 所以刚才我介绍了一下 双语作家 在国外影响很大 沟通中西文化 多方面有创作 但其中最好的 闲识三文 三十年代 三文创作 除了扎文 其实小品文也是非常活跃的 上次和我们讲的鲁信 扎文很活跃 小品文也很活跃 而且小品文中有一路 是偏向闲诗幽默的 曾经三十年代 成为一个热潮 这个跟林毅堂是有关系 1932年 林毅堂参议 并且主持过一个 很著名的杂志 叫《轮椅》 他参议了这个杂志 后来变成主要的一个撰稿人 1934年 他又创办了两个杂志 一个叫《人间事》 一个叫《以宙风》 现在这些杂志都是以 闲适幽默为主的 东南西北 以宙昌云 大到以宙小到昌云 什么都能够发表 都很随意 很闲适 所以后人就把林毅堂 这些散文 这个派别 就是跟他相仿的 还有些作家了 称之为《轮椅派》 轮椅派散文 代表人物 其实还不光是他了 甚至比他更资深的 主作人也是写这个幽默的 贤士的文章的 我们在讲《五四散文》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了 这个《轮椅派》 它的创作指向是什么 就是幽默 就是贤士 他们提倡表达性灵 就是表达过人的一种 情思 过人的那种 这个感觉 这个《人间世》 它的《发宽词》里面 提过这么一句话 是可以代表林毅堂 也代表贤士派 轮椅派 这个散文的一个特点 这句话是什么 以自我为中心 以贤士为格调 就写文章 这些刺激有感触的 这是刺激的一种寄托 刺激的一种舒怀 以贤士为格调 那么主要的风格 就是贤士 主要的追求也是贤士 就是说写文章是刺激的事 表达刺激的感觉 思想情气 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 不太考虑这个社会 阶级 斗争 不考虑这些事 那么文风就要追求这种 平和 幽默 闲适 这些格调 所以他这个写的内容 包括 涉及面是非常大 无所不包 很随意 这个林义堂说 以宙之大 苍蝇之威 皆可起才 大可以写以宙 小可以写苍蝇 什么都可以写 他当时这样表白啊 为什么就要这样说 林义堂 为什么要提倡这种 随意的 显示的 过人化的 这样创作 为什么 其实 他是要和 左翼文学 那种过分政治化的 这个 写那种杂文 跟他那个 创这个对台戏 他这个反对 把文学呢 变成一种政治的附庸 那个反对 认为文学 不应该完全是 为时代 为政治服务的 就是过人的事 所以这个林义堂 曾经这样说 要和新旧道学 道学作战 这个人也很厉害啊 新旧道学 大家知道 就是旧的那种 八股文字 旧的那种 教化的文字 新道学呢 他大概指的 就是左翼文学 就是那些主义啊 所以当时的年轻人呢 普遍呢 都是比较追随 左翼文学的 因为左翼当时 是一个反叛的 是吧 替底层说话的 是一个先锋的 这样一种文学潮流 反专制 向往社会主义 那么年轻人当时 是很时髦的一个事 而林义堂这一派呢 是比较脱离现实的 有点贵族的那种姿态 所以呢 他是带着这种姿态的 来看文学的功能 文学有什么用啊 是吧 他们办这个 轮椅等杂志呢 有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跟那个 当时的左翼对着干 就是说我们文学创造 就是过人化的 是吧 不要搞那么多政治 跟左翼潮流对抗 第二个呢 就是实践 他们自己的文学理想 他们确实认为 文学就是过人行为 就是小圈子的产物 就是闲事的产物 是吧 是他的文学观所决定的 当然还有第三 就是述到 就当时呢 戒类文章 因为有市场 是吧 读者欢迎 所以他们也愿意 自己呢 在文坛 占一席之地 这个 所以这些目的呢 就是形成了林义堂 在三十年代呢 他是跟主流文学 是有距离的 是吧 下面我们回到这个林义堂 散文来做一些分析 应该说他达到了 这个很高的艺术水准 这个林义堂这个作家 比较多的吸收了 这个蒙田 兰姆 二迪生 就这些欧洲的 这些作家 他的水笔小品 那种情愿 那种书法 特别是英国的水笔 一些 我们已经讲过多面 英国的水笔 是显得那样的幽默 机智 闲适 这个对林义堂的 创作是有影响的 林义堂在 人间四发宽词里边呢 用了三个概念 一个叫小品文笔调 一个叫唯一式笔调 还有一个叫个人笔调 三个笔调 那么这个笔调 什么意思呢 笔调就是文体 就是短小的风格 短小的小品 就是也是一个风格 包括他写作的姿态 方式 以及个人情思 信灵的 自然的书法 就是笔调 我们注意 这是他的追求 他的创作追求 审美的追求 也是他的贡献 那么林义堂曾经这样说过 这样来说明 他追求的笔调 是什么意思 他说 西人称小品文笔调 为个人笔调 又称这个为 Family Style 就是说 这个亲切的风格 这个不太好意了 他这个 也意味这个 贤是必调 约略得知 亦可亦为贤谈体 为遗体 盖此种文字 认读者为亲熟的 就是刚才是发明了 故交 作文时 列入梁鹏画旧 诗以诗方为遗 就好像好朋友 大家所说以前的事 很亲切的 私房为遗 就是聊天 熟人的聊天 此种笔调 笔墨上及轻松 真情意义流露 或者谈得创快望行 出此凯利 达到如西文所说的 借记很重要 一步扭扣之心境 就达到了一种 非常放达 自然潇洒的 这种状态 一步扭扣 好像穿衣服 随随便便 这个就是 他的论小品文的 笔调里面的一段话 那么林立堂 还用过一个英文 来表达他的小品文 就刚才我们念到 就是 就是亲切的 亲熟的风格 也可以翻译成 就是亲切谈话的艺术 那么林立堂 把这个风尚 引进他的创作 其实当时 不光是林立堂 二三四年代 很多作家 都是欣赏这种 文章的风格的 日本有一个理论家 以前我们也提到过 叫楚川白春 在中国很有影响 他有一句话 经常被中国的作家所引述 其实说的也就是这样 Feminist state 其实楚川白春 是这样来说的 大家注意 如果是冬天 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 躺是夏天 这批 寓意 搓苦民 就喝茶 穿着寓意 随随便便 佛好友 韧心闲谈 将这些画 照样的移到纸上的东西 就是水笔 这是楚川白春的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创作 散文写作应该很随意 是吧 很生活化 很闲适 林一堂也说过 他很喜欢那种笔调 就是什么呢 柔在风以之息 围露谈天 柔以高声谈禅 柔以名人谈心 就是聊天 聊大天 类似的 当然也很有诸作人所欣赏的 诸作人也说过类似的话 柔在江春小屋里 已有人谈闲话 这种境界 所以林一堂和闲事派 包括诸作人等等 他的散文 骨子里面是中国的 是吧 是继承了传统散文 尤其是明清 这个那种明示派小品的一些风制 或者至少在创作心态上 是追求那种悠闲的状态 这个我们知道明代 像阎横道 后来清代 像包括阎梅 包括金圣炭 张朝等等 都是得到林一堂的青睐 很多鼓吹的 所以林一堂的散文 一个受到西方的影响 一个是受到传统的影响 自出心意 这是一个闲事 那么除了闲事 林一堂散文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幽默 一个闲事 一个幽默 这个闲事呢 就是在人生的图上 小气 谈天 意在闲事 故意容易读出人生的味道来 是内容上的显示 同时也是风格上的显示 就是自我表现的 抒发心灵 无机无数 很潇洒 发板重为轻松 发板重 就是发那种死板 作为轻松 变幽默 变严谨为幽默 就是严谨的东西 把它变为幽默的东西 可见它的幽默和显示 是一个 彼此是不可分的 都是它的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林义堂是怎么看待幽默的呢 也是他怎么追求对幽默的呢 他这样说过 幽默并非一味的荒唐 也没有道学气味 也没有消除气味 是张谢并出 自自然然的创谈社会与人生 独知不觉的交由照着 他有一篇《论幽默》里面谈到这样的话 那也是林义堂对幽默的理解 那么林义堂和诸作人相比 都是贤士派 但林义堂比较追求幽默 更加洒脱一些 但是也更加油滑一些 诸作人显得比较多苦味和优贩 所以林义堂它是幽默的书法 是很丰富的 有一些是修持性的 比较喜欢用一种俏皮的 机智的一种说法 很多情况下 还是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扯到一块 产生一种戏剧性的联想 也会产生幽默的感觉 这是他经常用的一个手法 比如说他一篇文章里面讲 他有这么一个论述 德国民众能够先是效忠上帝和希特勒 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先是效忠上帝和罗素 罗素一定要惭愧的无地自拥 那国民信不一样 他把两个不相干的事扯到一块 显得非常的幽默 非常可笑 林义堂有时说话 说得非常俏皮 但是也能够发人思索 譬如说他这样说 你看是非常俏皮 但是可以思考 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辨识 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 很少是美丽的 为什么日本人很多东西是可爱的 而不美丽的呢 他说得很机智很俏皮 你仔细琢磨一下 有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读林义堂 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自然 没有八股气 它涉及的面很广 贯穿 古今中外 天马行空 左右逢颜 他写文章好像随便说到哪里是哪里 但是也不太卖弄学问 就是很少搬用外来的术语 故弄闲隙 特别他谈中国文化的时候 这两本书 无国与无民 人生的艺术 谈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生活 知识量非常大 发人深思 那个林义堂曾经这样说 现代人贵能通古今 难道专看什么诗基的著作 读洋书 说洋话 打洋涕 撒洋乎 史记汉书不成一目 诗经左转一概不识 不就是中洋读吗 他虽然外语很好 也用英文写作 但他自己认为 不应该照搬外国的概念 可见这个明镇中外的商议作家 他说的那种 食洋不化的风气 是一剂两药 对今天来说 也还是两药可口 利益病